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筹款的 是不是 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思呢 其实我们觉得 正如我说 我们大家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发觉自己如果可以 我们讲得什么叫回馈社会 那我们可以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和人分享 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个要求 我们希望找一个好的音乐 所以我们都很认真去制作 除了台灯声 所有的东西都做到很专业 这个是必定的 就是喜欢找音乐的朋友一定要 是 要求的 如果不是每个人 随便一个人 我们要送他上台 没错 旧旧旧旧旧不行 再说呢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 不要用一个太贵的价钱 我们一个可能真的三两百元或者价钱 那就是比较大众化 就将一些好的音乐 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 原来有这一类有这些音乐 那我们当然 如果作为一个演唱会的角度 我们有一些是纯粹民国的 那我们也都有一些 有些音乐会 就希望有不同的元素 就是有些close over 那我们也试过去找一些古营乐团 大家的合作 也都会找一些有些bank sound 那大家是close over 那发觉呢 观众都很喜欢 是多元化嘛 是啊 那所以 如是者 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素质的东西 在这里的话呢 那我们更加觉得 咦 不如做得有意义一些 那所以呢 在近两三年 我们就会不同的机构 是帮他们 就做一个筹款 那所以 当然有些人会说 咦 那你制作啊 有其他可能都要有些支出的 或一些 那我们都很拓赖 有一帮热心的朋友 就他们会支持我们 是 那所以我们 如果有更多的支持者 那我们就可以 又买到票 又 我说 差不多每一次都full house 是 是 是 至此都很多人去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 就是 起码我们玩得开心 之余 又做到一件有意思的工作 那据问一下 邱叔叔呢 你直接是 落手落脚的 是 无论是订票 安排所有的艺人表演 对班 对班 你什么都要负责 其实 不容易的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筹备一个这么大型的活动 那 是啊 有些人都说 哎呀 哎呀 不要搞了 因为我们不是 首先 这个不是我们的正职 可以说 没错 但是 我都 有三方面 事实上 我都和一些艺人 好像你也认识的 一些音乐人 其实现在可能已经去了 做幕后 做监制 做其他训练 其实他们都是 喜欢 有时有机会出去玩 因为他们都是可能 唱文歌 唱台的 他们都喜欢 不是只说现在的 所谓流行曲 原来他们的筋 那个乌子 都是我的年代的音乐 那我们也都有一帮人 有时去做表演 或者去支持我们 那我们都会找一些 甚至会 辛火相传 有一些下一代 当然 如果一些现在的 好像一些歌手 他们都有来支持我们 一些乐队 都有来支持我们 这些所谓 一些民间活动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那些朋友都会说 咦 哪个都会出现 很开心 我看到他 原来去唱英文歌 所以我们 这几个元素加起来 有时的音乐会 都会给一些朋友 一些惊喜 是 所以 我们一次又一次办下去 在我来说 当然 我自己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我都有一帮好的朋友 一个团队 没错 台前幕后 一个演唱 我想你很熟悉的乐队 可能要几十人 没错 也有很多朋友 去帮忙 那很快 演出就来了 今年度 你预算在台上又 唱多少首歌 我 你都知道 我就 总统多些 其实我和一个乐队 我和一个乐队 MAD 可能 一首两首 好 这么少 通常 因为 这次我们特别一点 我们会请到 甚至一些 外国来的乐队 有一个名字 我一看到 不是说她来 香港表演吗 她的Casa Blanca 很出名的 你都知道 当然 事实上Betty Higgins 她的Casa Blanca 我想很多人玩Bang也好 听歌也好 这个是经典的 哥哥张国荣也唱过 她的中文文章 是的 有改编 她今年74岁 他有这样的年纪 我印象中她很年轻 五十多 但她其实在祖家 其实她现在仍然有 她有玩些Country 仍然有一些Consert去做 我们很开心 她答应支持我们 特意坐十几个钟头 Direct flight 在LA 一直飞过来香港 本地也有AO歌王 杨立门 Wilman 也有支持我们 我们在英国也有两位朋友 有一位很出名的口琴手 叫做Will Palm 还有一个明歌手 他出了很多唱片 叫Jonathan Day 亦都在英国 专程来香港 支持我们 我们很开心 澳门 亦都有一对 大部分都是 一些蒲籍的朋友 现在在澳门 某大酒店 是在玩 她也都知道 我们做这个Charity Show Charity Concert 她又在澳门 全对乐队 就过来支持我们 这次很国际化 是的 特别一点 有英国 有美国 有澳门 我们本地都有 有几队 有几队 很不错的乐队 包括我自己 MAD之外 有DUF 有Bit Dominic 我们都期待 今年的Concert 也都像去年一样 可以坐满 一个中华 大家都会去到的地方 除了这个大型活动之外 我知道Michael叔叔 你也有个文歌会 这个会会不会定期 又有一些活动 可能有些朋友 在网络都听到 香港有个文歌马拉松 这个其实都是我 今年第十五年 每年的年尾 十一月左右 就会去做 我搞完今次三月的演唱会 其实我们会在 未来的下半年 就会 因为十五周年 这个文歌马拉松 香港有福 都会做一些事情 希望做得 因为很多朋友都支持我们 一年又一年 好少人觉得 咦 你们这么厉害 由十一点 到晚上的 八点 二十多三十队 还有很多是职业的乐队 走来 支持 走来玩 还有很多文歌的 当年响咚咚的人 去店铺 突然间 他好像不在香港 原来他真的 刚好在加拿大回来 又走来唱 咦 这个是唱片监制 那是玩文歌的吗 他就走来 我们每年的文歌马拉松 都一直扮下去 都很感谢朋友的支持 没错 我也知道有很多 知名的歌手 譬如说Taddy Robin 又或者Sammy 郑实文 他们都很支持你 是 因为 其实 他们知道 正如我说 我们是一个 不是一个商业的机构 也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为 做这些演唱会 或者做这些活动 不是为了 作为赚钱 所以 乐坛的大哥 Taddy 或者Sammy 他都觉得 咦 为这一个智障机构 这一个 例子协计会 做筹款 是 值得支持 所以我们一年有一年 就帮这个会计会 做一个筹款 是 是 那我就预祝 未来的演出成功 是 是 也都要代表我们的观众 多谢你 这么多年来 一直这样推广文歌 多谢你 谢谢 在六七十年代 一支吉他走天崖的朋友 真的有很多 尤其是 就是唱文歌的类型 譬如说 关正杰、陈美玲、欧瑞强、李隆基等等 不过近年 这一类的作品就少了 但是 其实大有捧场客 希望有关方面 可以制作更加多出色的文歌 给我们的乐迷欣赏